16年后在看北京奥运会上的六位无敌之师,境遇早已大不同,有人淡出大众事业,有人观智正处,你最喜欢哪位呢? 第一位,李小鹏,他在奥运赛场上不仅助力团队问鼎,更在双杠项目中独领风骚的传奇人物。 退役后的他,并未远离体育的怀抱,而是选择了一条创业之路,创立了自己的体育公司,将昔日的汗水与荣耀转化为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动力。 同时,他也收获了美满的家庭,事业与家庭的双丰收,无疑是对他职业生涯最完美的注解。 第二位,杨威,全能体操冠军杨威,他的名字曾是多少人心中的英雄,退役后,他投身于体育场馆的运营,为更多热爱体育的孩子们搭建其梦想的舞台。 然而,命运的转折总是让人猝不及防,去年他自爆患病,需终身依赖呼吸机,这一消息让无数人心生惋惜。 第三位,邹凯,从替补到冠军,邹凯的体操之路充满了励志与奇迹。 他凭借出色的实力,在单杠和自由体操项目中摘得金牌,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价值。 退役后,他顺利步入政坛,担任正储籍职务,同时,还迎娶了美丽的妻子,生活幸福美满,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。 第四位,陈一斌,调环项目上的艺术大师,他的每一次腾空与翻转都如同视频般优美。 退役后,他同样选择了创业的道路,创办了体育公司,继续为体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在爱情上,他也收获了甜蜜的果实,与爱人携手共度每一个幸福瞬间。 第五位,肖青,阿玛项目上的金牌得主,本应是体操界的一颗璀璨星星,却因前女友的法律问题而被迫提前退役。 然而,命运并未就此放弃他,八年后,他以大校军衔的身份归来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,什么是真正的逆境重生。 第六位,黄旭,虽未能在奥运会上夺得担任项目的金牌,但他三征奥运,六夺世界冠军的辉煌成就,足以证明他的不凡。 退役后,他依然坚守在体操事业的第一线,以付出级干部的身份,继续为体操项目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 同时,他的家庭生活也充满了幸福与温馨。